另一名11岁的K女孩可就没这么幸运了 她先是被拖到火车站来杀害 换行地方之后再来分尸 而且过程当中一路被拖着走 被找到遗体的时候 体内的脏气并不完全 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直到2020年7月23号 黄丽辉终于从玻璃橱窗解脱 不用再罚战世人了 而曾经在电视剧中饰演她的男星色鹏 也在火葬当天向她计划 告诉她你解脱了 如果想要做什么功德 托梦给我吧 也从此结束了长达60年 被摆在寺王博物馆橱窗遭唾气的展示